早餐已经做好了 牢骚蛋 水果 还有炸鸡 愉快而美味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小宇 房车缓中国行第十九天 今天我们就准备前往大理了 很不幸的是刚把房车收拾好准备走 这里就拉起了警戒线 营地被封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全民核酸 要核酸结果出来了才能走 对面已经来了一个医务车 那里排了很多人 那我也做一个早做早出结果 三个人一个管吗 棍材 十人一管 三个人一个管 不知道化验室要做不出来了 如果是单材的话 在营地里面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各路好手交流 学习到了很多户外旅行的技能 超级有意思 从高处看一下 这是我们出行这么久 最热闹的一座营地 停了上百辆房车 我们的房车是停在那个角落的 拿近看能看清楚吗 最边上的那一辆 陈姐和胡哥在做手工饺子 这是给我们包的 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真的太好了 我们到了这个营地都没有怎么做饭 每天都过来蹭吃蹭喝的 这个是芹菜馅的 看上去好有食欲 这个是正宗的手工饺子 自己合的面 然后自己做成这样的面皮 饺子的形状也挺棒的 胡哥趁机给我们做的手工饺子 趁新鲜马上拿来煮 现在正好也中午了 妈妈拿来煮切 周围有邻居已经陆陆续续离开这个营地了 我们也差不多该走了 妈妈在做最后的收拾 房车每次换地的时候是最麻烦的 因为要把那些容易倒的东西 全部把它放好 前几天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饭盒收好 里面当时还是装的稀饭 结果翻出来了 把这个两边的沙发全部搞脏了 我们现在到达大瑶县呢 大瑶县是一座森林覆盖率超过70%的城市 绿化非常的好 就准备在这里上高速直奔大理 毛毛哥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动物 他说我们现在到了大瑶服务区 这边景色很好 他要洗一个澡叫我给他打水 结果我就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这边现在是下午四点半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太阳在哪里了 太阳在这边 哇塞 看到了日月同灰的神奇景象 开了五个小时的车 我们就终于到大理了 走ETC通道 过路费128 出去了之后 看他要不要求做落地核酸吧 但是肯定是要检查我们的核酸的 请先把健康吧 停车嘛 砍一下是吧 好的 等一下哈 这里 停车嘛 砍一下 行车嘛嘛 妈妈帮我弄一下吧 这边汝州要需要做一个落地核酸吧 好的好的 在哪里做 前面这边有段已经可以停车了 到这边坐就行了 好嘞好嘞 不好意思 因为这又要求 谢谢 谢谢你 就顺利进入大理了 很简单 他只是看了一下行程码和核酸情况就可以了 现在按照当地政策的要求 我们去做一个落地核酸 他怎么不出来呢 没有信号 这地方没有信号 那我们怎么弄 可以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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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你好 在哪里做 前面 大理晚上好冷 你手里来了什么 刚才做了核酸 顺便买了瓶啤酒 晚上烧鸡用 这个是大理啤酒 这个本地的 我们现在去之前车友给我们推荐的 大理古城旁边的三越街房车营地 离这里有20多公里 之前朋友给我们介绍的三越街的停车场 我们没有找到 在这边找到了一个有水有电 三十块钱一天的 还不错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做饭了 非常的饿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